本节目由科生八婆奥大利为你吃瓜播报 火箭少女最近的热度已经慢慢的下来了 这个想想也是 这才刚刚出道 大量的消耗自己的热度 现在人气下降也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 可是该如何拯救人气日渐低迷的火箭少女呢 广电近日的一则消息 更是把火箭少女打入了一个一个低谷 不鼓励省台的节目邀约真人秀出道的艺人 这无疑是针对了火箭少女 因此火箭少女的又一些活动被取消了 再加上之前的一些献秀令 火箭少女今后的发展真的是令人堪忧 而对内的成员也是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 所以火箭少女的团队就又为火箭少女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演戏 看一看各位成员在演戏方面有什么天赋 而首个出场的就是我们的话题单单杨超越了 杨超越从出道开始也是争议不断的 而且在舞台上的表情管理也不好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他在里面的演技却炸了 真的是很完美的展现了一个女孩 在看到不良少年欺负别人时的害怕恐惧 最后还是勇敢的战胜了恐惧去帮助那些被欺负了的人 穿着蓝白色校服的杨超越 真的有一点初恋女友的味道 而桑内的表演 一开始就是很认真的对白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本以为男子汉桑内终于要挑战感情戏了 谁能想到竟然是在和一个橘猫同台标戏 也着实是太搞笑了 不过搞笑和真情之间把握的程度还是很不错的 而我们可爱的小夕在里面演的是哭戏 哭得有点尴尬 而且台词说的也有点尴尬 演技有待提高 而尤米和大娟在里面也可以说得上是本色出演了 在拥挤的火车上 一个是乖乖女 一个是坏女孩 父亲和孟杰在一个小宿舍里吃泡面 看起来也是很心酸 队长美琪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 看样子演的应该是一个酒吧的舞女吧 而我们的轩宜依旧是甜美大姐姐的形象 子宁和子婷也在里面表现出了自己 十一位小姐姐的表演都还好 不过真正突破最大的 让人最惊艳的 应该就是杨超越还有三美了 火箭上女101自从出道后一直备受争议 从决赛之夜的投票 到成团首秀的服装造型 再到后来不断摩擦碰撞引起了现秀令 不仅不被外界看好 就连团队的十一位成员 也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担忧 近日随着广电下达的新规定 不鼓励省台邀约显秀出道的艺人 火箭少年爆团的部分节目也随之被取消 在这种情况下 火箭少女团目前能做的就是接广告代言和转行拍戏 或者出唱片 7月20日火箭少女团第一次拍戏的宣传片流出 十一位少女同台标写 谁最有演戏的天赋呢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 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搭一搭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